现在你可以加入会员 获得更多会员专属的内容 并与我互动 谢谢大家以实际的行动 支持这个频道 本届杭州亚运游泳项目 总共诞生了20面金牌 有哪些帅哥金牌得主呢 马上来看看 首先 自由式项目总计发出6面金牌 有5位不同的得主 他们分别是来自南韩的 池玉灿 黄炫忧 金鱼敏 以及来自中国的 潘展乐与费力伟 其中南韩的金鱼敏 一人夺下了400公尺 和800公尺的金牌 有别于竞争白热化的自由式项目 蛙式和洋式项目 则呈现一面倒的情势 上一届亚运就在洋式项目 拿下三面金牌的徐家瑜 本届再度未免成功 将全数金牌纳入囊中 另一位秦海洋 同样将蛙式的三面金牌 稳稳拿下 意外吗 当然不 因为他早在7月的市井赛 便已经缔造如此的夹击 不仅如此 他还是现在200公尺挖室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亏别过去 秦海洋终于破茧而出 成为世界级的顶尖运动员 接着是在这次日本选手当中表现不俗的本多登 他分别在200公尺碟式和400公尺混合式拿下金牌 最后是他 宝刀未老的汪顺不但在最擅长的200公尺混合式拿下冠军 还缔造了新的亚洲记录 但近年成绩陷入低潮的他其实面临了许多网友的质疑 这次夺牌后 他终于得以霸气的回应酸民 他说 29岁的年龄只是个数字 说我不行的人 你们看这成绩还行吗 汪顺除了成功以实力证明自己 他帅气的外形更迷倒了许多南韩的网友 总结而言 中国选手的表现仍然最为出色 总计拿下11面金牌 南韩选手则超越日本选手 总计拿下6面金牌 屈居第二 成绩是结果 但不是终点 感谢所有辛苦的运动员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 想看更多的火辣水男孩 请点影片右上角的连结 谢谢你的收看 别忘了加入会员哦 下支影片再见